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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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Top Pick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陳善良 我的小朋友最喜欢吃我做的 彩虹亲子早晨全餐 因为里面除了有超过三个颜色的蔬菜 有时我会和他们一起做 亦都有他们喜欢的元素 首先講一下早餐 你看到很多東西 那就不要怕了 其實這個早餐可以變奏到幾天的早餐 可能就是肉指燒 然後有個巴菲杯 或者巴菲杯加三文魚等等 我和大家做了飯糰 你看到我飯那方面 都加了少少的營養增值 因為除了是一般的珍珠米之外 還有三色禮物和小米 如果加進珍珠米一起煮 其實整個飯糰就會更好吃 還有營養價值也更高 首先第一樣東西就是先捏緊它 你已經看到了 成了一個形 我們就是用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兩邊都是用這樣 一個三形 然後你就轉它 然後就和大家做肉指燒 其實這個肉指燒 你不一定要有這些長方形廳 其實普通圓廳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通常我做一個肉指燒 就會用三隻雞蛋 是兩個哥哥的早餐份量 那你維持著 真的不要太大火 那它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黃色 所以現在好像有一些東西 我們不管是怎樣 你應該都用再做 straight 說實際上 心機東西來的 肉指燒 當你倒新一層蛋漿的時候 最重要都是要斜斜地先 先讓它新的蛋液 和舊有的這一層 可以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那麼你一轉手 就不會那麼容易斷了 其实这个大人来说都可以是一个午餐 小朋友来说都可以是一个午餐 不一定是早餐的 想很快的时间做多几样东西给大家看 接下来你看到这么多东西是什么 就想和大家做一个娱乐巴菲杯 其实如果是没时间的话 这些全部的东西你混在一个大的碗 放在一起吃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哄小朋友 感觉上砌一个杯给他们就会开心点 第一层砌什么都很随心 有时如果我买到热情果的话 我都喜欢把一些热情果放在杯底 因为酸酸尾尾尾吃到最后 我就觉得会挺好吃的 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紧要的 都是那句妈妈拌饰 冰箱有什么做什么就最方便大家了 放些乳酪 然后再用别的 把海饼打热 最后可能放几粒 因为楼下都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这个是想打开的 给些种子 松子,人果仁也行 南瓜子也行 因为小朋友平时很少会愿意就这样吃 但是如果你这样放在巴菲杯里 它们会混合在一起 可能不觉得吃了 都会OK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